三国演义开篇故事 讲的就是桃园三结义 刘备 关于张飞在桃花盛开的季节相逢于卓州 在张飞的桃园结拜为一姓兄弟 当时正是东汉末年 黄金军揭竿而起之时 从此桃园兄弟纵横支撑 逐入中原 经历36年的奋斗 建立了蜀汉王朝 把中国历史带进了三国时代 桃园结义对于中国历史而言 是一件大事 在历史关头 英雄成为书写历史的关键人物 但是刘关章所打拼的蜀汉基业 却未能实现克服中原 光复汉室的理想 在魏蜀吾三祖鼎立中 率先退出了历史舞台 成为最先灭亡的王朝 虽然蜀汉王朝灭亡时 桃园兄弟早就做古 但追根溯源 蜀汉的败王根子上 却又在桃园结义这里 施可未成也桃园结义 王爷桃园结义 桃园兄弟书写了一段传奇 也结束了一段历史 桃园三结义是文学虚构 还是历史真实 这段故事出自罗冠中 所著三国演义 第一回宴桃园英雄三结义 斩黄金豪杰首立功 讲的就是刘关张杰为异性兄弟 弃兵于乱世 建立蜀汉王朝的故事 三国演义最初的版本 叫做三国制通俗演义 并不是标准的张回体 这段故事是第一则祭圈的桃园结义 三国演义是经过明末清初 毛宗港父子修订后的书名 很多细节都有改写 其中毛氏父子把原著的两则故事 合成一回 因而 在罗冠中的本中 桃园三结义是一则单独的故事 对比两个版本 故事的情节基本上没有改动 但是毛宗港父子 却删掉了原著中的这句话 官 张年纪皆小如玄德 岁于拜为兄 为何要删掉这句话呢 这是因为历史真实中没有桃园三结义 史料记载 刘备生于东汉延西四年 关宇则出生于延西三年 比刘备还大一岁 因而 毛宗港父子便删掉了原著中的这句话 但是 却保留了拜玄德为兄 关宇辞之 张飞未帝这句原文 如此 桃园结义就可以这样理解了 这三人的结义 原本就是一种政治结盟 因为刘备是汉景帝之子 中山晋王刘胜玄孙 这是天下大乱之时的一张超级王牌 关于张飞要干大事 就得找这样的大哥 三国之中没有桃园三结义 张飞传中却有关于 张飞之间关系的记载 陈寿是这样说的 与年长数岁 非兄是之 关于比张飞大 在刘备没有认识张飞之前 这两人便情同兄弟了 三国演义中 张飞对关于的感情最深 要超过刘备 原因便在此 不过 陈寿在三国之关于传中 却有这样的说法 先主与二人请责同床 恩若兄弟 而仇人广作 势力终日 随先主周旋 不必艰险 三国演义中 曹操曾经对儿子曹张说 居家为父子 受氏为君臣 大概刘关张之间也是这样的关系 关于虽然年纪稍长 对待刘备却像小弟那样毕恭毕敬 以大哥视之 我觉得刘关张三人之所以能够起于威莫而逐鹿中原 决胜天下 与关于对待刘备的态度 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才是英雄所为 动辄白补充老大 哪有后来威震滑下的汉寿亭侯关于 哪有三足鼎立的历史格局 当然也就不会有三国演义这样一部 伟大的文学作品了 从这个意义上解读 陶原三结义基于历史 演义英雄的故事 非常合理 因而也就成为一段万古流芳的佳话了 毛宗岗说 陶原三结义堪称一绝 自古以来 恐怕没有哪一次结义 比陶原三结义更有意义 历史真实中 刘关张三人的情感 与三国演义所描述的几乎毫无二致 只是没有陶原三结义这样的细节 想必在关于张飞一同追随刘备之时 恐怕会有一场结拜吧 古人的结拜 本质上是一种契约 参与其中的人是必须要严格遵守的 陶原三结义形式上 是江湖一起的结拜 本质上却是一种政治结盟 这样的契约更具约束力 从三国志的记载中 似乎能够看到刘关张三人之间 曾经有过这样的契约 所以历史真实中或许真有桃源三结义 诸葛亮试图打破桃源三结义联盟 三国演义有很多历史线索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主线 就是刘关张逐鹿中原 建立蜀汉霸业 在前三国时期 刘备与他的两个兄弟不断遭受失败 东奔西窜 四海为家 没有建立任何基业 在曹操的强大压力下 刘备逐渐退出了逐鹿中原的竞争 依附于荆州刘表 此时诸葛亮出山 诸葛亮不但是高瞻原主的政治家 也是才能卓越的军事家 有观点说诸葛亮的才能仅限于治国理政 军事上却略显不够 这种观点我不能赞同 无论正史还是演义 诸葛亮所表现出来的超人军事才能 在三足鼎立的历史关头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陶原兄弟在诸葛亮的策划下 拥有了荆州基业 又迅速地占领了蜀汉广大地区 以此为家 建立了蜀汉政权 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无庸置疑 他对天下大事的判断 首先是以军事势力为基础的 仅以政治格局预测历史走向 恐怕就是纸上谈兵了 因而 龙中队是一种战略谋划 而不是空谈 诸葛亮的三分天下 与江东鲁肃不谋而合 两人联手 以赤壁之战这场著名的战争 奠定了三国格局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也是政治斗争的终极阶段 在当时而言 政治目标的实现 往往取决于军事目标的达成 因而 诸葛亮的政治才能 首先取决于他的军事才能 然而 诸葛亮能够预料三分天下 并且以其卓越的军事 才能达成这一目标 帮助刘备建立王朝 却为何不能帮助桃源兄弟一统滑下呢 这其中原因十分复杂 但是 桃源三结义应当时最深层次 最为关键的决定因素 也就是说 桃源三结义决定了蜀汉王朝兴衰的命运 甚至可以说 桃源三结义书写了一段历史 上文讲到 桃源三结义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结盟 在历史中的表现 则与当时的军阀混战的军事格局 有极大的关系 诸葛亮在刘关章的政治结盟中上下其手 不断调节小团队与大集团的关系 为此耗费了相当大的精力 最终 还是让龙中队付诸东流 三国演义中 有一段荆州交割的故事 说的就是这件事 却说刘备带着皇忠 魏延等人入客西数 在庞统的赞话下 节节胜利 当时 留守荆州的有诸葛亮 关羽 张飞 赵云等人 刘备集团的主要力量 倒是集中在了荆州 由此可见 诸葛亮坚定地执行着 龙中队的战略谋划 荆州是必保的 但是 因为庞统立功心切 被乱剑射死在落凤坡 于是 考验诸葛亮的时刻到了 这个严峻的考验 就是谁来守荆州 诸葛亮还没来得及思考 刘备便先做了决定 荆州必须交给关羽 诸葛亮可以暂化刘备 但不可以指挥刘备 诸葛亮可以谋划全局 却不能掌控桃源三结议这个政治联盟 因而 诸葛亮在交割荆州时犹豫不决 极不情愿 无奈之下 只能以北去曹操 东和孙权来叮嘱关羽 希望他能够固守荆州 但是诸葛亮的话 关羽根本就听不进 非得没有去曹操 更没有和孙权 在刘备的支持下 关羽对曹操 孙权都采取了强硬的战争攻势 以一支孤军与两个强大的军事集团较量 最终自取灭亡 荆州失守 诸葛亮当然不发一兵一卒 假如诸葛亮在荆州危及之事调兵浅江 荆州也是保不住的 荆州保不住而救了关羽 今后还不知要丢掉哪里 事实证明 诸葛亮的决策是明智的 张飞后来死在了浪州 引发了怡陵之战 蜀汉王朝遭到了沉重打击 关羽一死 诸葛亮进一步削弱桃园联盟 缩使刘备斩杀了 同样不听调遣的猛将刘峰 后来还设计杀掉了深得刘备信任 和重用的袁汉中太守卫言 所以诸葛亮似乎一直在破坏桃园三结役 但是这个小团队在刘关章 全部退出历史舞台之后 依然左右着当时的政治格局 直到蜀汉灭亡 诸葛亮的努力最终化作泡影 桃园三结役联盟社大一围 小义东汉中平元年黄金起义 刘关章桃园三结役 此后 桃园兄弟纵横驰骋 逐入中原 期间 袁绍 袁树 公孙赞 宇布等等大小军阀逐一被消灭 他们手下众多人才进行了再分配 比如张和 高兰 张辽 脏霸等大将投靠了曹操集团 刘备却只得到了公孙赞手下的赵云 在漫长的战争消长历史中 刘备也只得到了诸葛亮 赵云 庞统 黄忠 魏严这几个新人 刘氏集团在这场人力资源重组中 成为了最大的输家 得到西川之后 刘备收响了大量的文成武将 但是 这些人的地位 丝毫不及桃园兄弟 根本就无法进入左右局势的核心层 刘备只信任官张兄弟 最多加上从荆州带来的旧部 这个小团队的利益高于一切 蜀汉人才逐渐凋零 直至后期蜀中吴大将 要化作先锋 人才匮乏 是蜀汉最先灭亡的根本原因 这其中 诸葛亮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 这个王朝的基因 早就决定了小团队 利益高于大格局的终极趋势 《三国之属书》中说 关羽被东吴情杀后 刘备 张飞便要起兵伐武 给关羽报仇 群臣多有劝先灭尾而后伐武者 其中 赵云劝见道 汉贼之仇 公也 兄弟之仇 私也 愿以天下为众 赵云的话是大义 句句在理 然而 张飞不听 大叫 是何言也 惜我三人桃源结义 是同生死 经不信二兄半途而逝 无安的独享富贵耶 无当面见天子 愿为前部先锋 挂校法武 升情逆贼 即告二兄 已见前盟 《三国演义》的这段话 虽然不见于正史 但却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张飞不顾蜀汉王朝的总体利益 急切地为关羽报仇 而滥用公权鞭榻十足 招致了杀身之祸 于是 刘备便不顾一切地调集大军 征伐江东 诸葛景出面劝道 陛下乃汉朝皇叔 经汉帝已被草皮篡夺 不思剿除 却为异性之轻 而屈万成之尊 是舍大义而就小义 孔明之兄所说的话 正切中了蜀汉王朝的要汉 桃园三杰义是小义 光复汉时是大义 刘备为了维护小团队的利益 不惜撼动王朝基础 悍然发动了夷陵之战 这场战争的结果 导致八万蜀军全军覆灭 冯夕张南 富同阵王 黄泉被迫投奔曹操 刘备翻山越岭逃奔至白帝城 不久身亡 舍大义主小义 这是蜀汉王朝败王的根本原因 经历夷陵之战 蜀汉元气大伤 诸葛亮勉励维持 虽然渐渐地恢复元气 但天下大事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东吾王朝迅速建立 三足鼎立完全形成 诸葛亮北伐 必须要顾及东吾的侧击 同时 诸葛亮智孰也不得不陷入 更加谨慎的 接近与独裁的铁腕泥闹 于是 加重了蜀汉人才凋敝的丸政 在诸葛亮身后 将吴崔城守土的猛士 置无兼至内外的谋臣 蜀汉最先败亡 也就不足为奇了 成也桃源三结义 王也桃源三结义 历史就是这样捉弄人